中国科学家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改造 一群中国科学家将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实验刊登在报道上 引起辩论与争议 广州中山大学科学家 尝试改造罹患地中海型贫血症的人类胚胎中的第十一对染色体 此疾病属于一种基因病变 患者缺乏血红素会导致体内氧气不足 科学家用两只精子与一个卵子 制作一个有69条染色体的实验性受精卵 原本人类基因只有23对染色体 过多的染色体使胚胎不能成功存活 科学家将CRISPR-Cas9酵素复合物注射到胚胎内 可以重新结合染色体中特定位置的DNA 科学家运用此技术修正导致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片段 实验结果显示 要让酵素复合物起作用需要48个小时 而在86个注射酵素的胚胎中 只有71对成功存活48小时 在54个实验胚胎中 只有28个成功结合染色体 而其中只有部分的胚胎成功被新的基因物质取代 科学家另外还发现 实验中出现惊人数量的变异 导致CRISPR-Cas9酵素复合物 在基因改造的目标区域之外运作 反对者认为基因改造会对下一代造成未知的影响 因为基因改造是可遗传的 TOMO NEWS原创LINE贴图第二波开卖咯 快来下载吧